這次各位在高中就學過了 對不對 高中就學過了 這高中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學過這個 沒有對不對 我下了解 好了 慢慢做好 這個 這生存一定要怎麼樣 人一定要休息 這是基本的 死 要衣服穿 要有地方住 你還有行動能力 行動能力 基本的 看你住哪裡 你住台北市的話 雙北市市區的話 你大概什麼工具都不用 坐公車或是坐捷運就可能 你住桃園 住林口好了 林口可能就需要 最少要有摩托車了 對不對 也不需要 公車 不錯 我們這個雙北市任務 他那個 桃園 桃園至少有摩托車 桃園 桃園就無可 公車也可以嗎 桃園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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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非常大 應該也都可以啦 只是 有時候我沒那麼熟 去訪視學生還是要開車 如果可以坐公車就好 這都是基本的 所以公車其實是基本的 大眾運輸工具都是基本的 都是滿足我們基本的需求 你知道嗎 育樂 育樂 我們是不是有國民義務教育啊 那國民義務教育就是基本的 屬於這裡的 你知道嗎 屬於這裡的國民義務教育 那安全更是別說了 我們都希望我們在一個安全的環境 所以我們規定不能 我們人民不能自己有槍 你知道嗎 槍是 執法人員 警察或是維安人員 只有警察 或是軍隊才可以有槍 你知道嗎 大概我們周遭的國家都一樣 越南這邊很一樣 大家不能有槍嘛 對不對 槍 這就安全啊 開口很小 有槍多危險啊 是不是 一定抓一定抓 這很危險 還有也不能有 對也不能有 菜刀有外的刀子吧 菜刀可以啦 但是其他的刀子 有時候要 要核准 要申報 要申報 這就是安全啊 我們不希望這個 大家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中 那麼 做什麼都一樣 氣質 我們開車也要執照 做什麼也要執照 這也是基於安全 對不對 這都是我們需要的 就政府來說 就一個國家的政府 最起碼要滿足 這些 政府的角色之一 政府的基本功能 政府的基本功能 最少要能滿足人民 這些需求 你知道嗎 這是政府的基本功能 政府基本功能 這些滿足以後 就算不錯的政府 有基本的 都基本的 所以 那個國民義務教育 你讀國小國中不貴 國小國中不貴 到底在這邊 那公車票價也不能貴 對不對 坐公車票價也不能貴 坐捷運也不能貴 知道嗎 這因為這叫基本的 這叫基本的 你不能說 坐一段公車150塊錢 開玩笑 這像話嗎 不像話嗎 坐一段公車就是15塊18塊 昨天 前幾天我去仿視學生 從銀盤口 古人大學旁邊的銀盤口 坐回學校 那就是 坐往桃園的就18塊 你知道嗎 那如果是 我們這個 一般的就15塊 往桃園那種18塊 那我也沒 前一天沒帶捷運卡 開玩笑 什麼都沒帶 那我說我給你20塊好了 對不對 公車就是這個行情 那安全也是 這是政法基本 你不要讓 一般老百姓 處於恐懼中 到底走在路上 會不會被 被一些無緣無仇的人 非垂機性的殺人殺掉 就是 被無緣無仇 像以前那個 時常 那個公共場所 一些 有一些危險的案件 對不對 那個 我們不希望 我們有很多 當父母也是 以前有小燈炮事件 是不是 小燈炮事件 那當父母都怕怕的 我小孩走在路上 會不會頭被砍掉 就是小燈炮事件 那也有那個政捷的 捷運殺人事件 這都是被 隨機性的殺人 就是 我跟你無緣無仇就殺你 這種都讓人很害怕 這就是安全問題 所以你看那個 我們去大陸 我們去大陸 搭那個他們的地鐵 都有安檢 都有安檢 都會有安檢 這是安全問題 這是合理 那另外一個 就歸屬的需求 歸屬 這個重要 有一個另外一個 跟各位講過 有一個心理學代 歐文雅龍 歐文雅龍的四大總級 跟各位介紹一下 歐文雅龍的四大總級觀觀 他講人都會死亡 死亡是最無奈的 死亡是世界超級無奈的死亡 好 這就是我希望你們到期末 你們可以省事一下 待會還是繼續講這個主題 你在現我的限制下 你怎麼做出你的決策 這真的還是很有困惑可以 因為我是這個義務輔導 我是支押輔導老師 所以我有義務要輔導 那最後要透過資商輔導中心 預約了 知道嗎 那這個資商輔導中心 預約了 我們再改一次 因為我是這個 支押輔導老師 學校當時也花了很多資源 花了一筆錢 讓我去參加訓練 那我也樂此不疲 這樣子 如果你對 他歐文雅然的理論是 人最終要面對死亡 死亡是一個人令人害怕的東西 年輕不怕死 你們這個年紀不怕死 因為你覺得無所謂 年輕都不怕死 那越老越怕死 以前我不知道 後來我自己變老了 我才知道 我對死人不擔心 可是你還是要面對 你還是要面對 所以這個死亡產生的東西 包括什麼東西 我到底要追求什麼 意義 我人生的意義 如果我一定會死的話 我在還沒死之前 我要做什麼 才讓我沒有排斧 這個意義就對了 什麼東西 終極目標 也會對應到這些東西了 你做的事情 有沒有受到人家的認同 受尊重就是 這兩個都是跟認同有關係 這兩個都跟認同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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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認同有關係 你有沒有被加認同 另外呢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 孤獨 人很怕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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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 人是個體 人是一個個體 那還有自由 還有選擇 人是一個個體 人是一個個體 紅人是個體 人是一個個體 所以人需要自己的 自由就是自己的空間 人要有自己的空間 人要有自己的空間 兩個人溺在一起 有時候會覺得很困擾 知道嗎 很困擾 有一種概念叫做恐怖情人 恐怖情人就是 每隔幾分鐘打電話 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沒有回我 你在哪裡 你為什麼沒有回我 你現在在做什麼 跟誰在一起 你會覺得壓力很大 這叫恐怖情人 你知道嗎 這恐怖情人 你這樣子 你就不在意我的事了 那我就死給你看 好不好 對不對 那有的是 你這樣子我們兩個一起死一死 好不好 前面那個我死給你看好不好 你還可以說好不好 你去死吧 是不是 後面那個就不大妙了 是不是 我先把你殺了 我再自殺好不好 有時候要把你殺了 結果他自己也沒自殺 對不對 那不然更虧 對不對 這恐怖情人 這個 我們知商不得的東西 常幫我們散 待會還要宣導一下 找機會還要再宣導一下 我因為我又是 義務輔導老師 我又是 只要不到就是義務輔導老師 很厚的 執行 這個自由也包括選擇 剛才 同學提到 有時候太多 太多東西我就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知道嗎 太多我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東西太多我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我給你太多自由 因為有時候你還會害怕 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有一種行業 有一種行業 叫代購 代購之外 還幫你做分析 說哪一種東西比較好 哪一種東西比較好 怎麼樣 有達人 很多達人嗎 有手機達人 3C達人 很多達人 就會幫你分析 有沒有 還有保養品達人 錯摸以後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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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他會縮減你選擇的範圍 讓你比較好做決策